大家好,我是阿斌 现在我们来修个电话宝 通电不加热 就是这个 客户拿过来的 先试一下 现在按一下快组 好 好像听到里面接电器吸盒的声音 现在这里面一点都不热 拔掉吧 小电话宝不加热 按一下快组 听到里面接电器啪的一声 说明电脑板 温控之类的一般都没问题 小这种一般的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接电器损坏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发热盘损坏了 现在我们直接把它拆开看看就 这后面就四个螺丝 然后直接把这个盖子敲开 打开过后这里面就这样子的 这就是电脑板 这边里有两个线头 就是加热盘 所以我们重点检查这个加热盘 和这个黑的接电器 首先用万万秒封面囊 我们直接来测试一下这个加热盘 你看 这边有63欧 组织正常 那说明就是这个 极电器损坏了 如果这边不捣通 那就说明是这个发热盘坏了 现在我们直接给它拆下来换一个 也有的像这个极电器 这边接触不好 先断掉了 发黑了 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开弹还可以 如果断掉了 我们直接焊键一下就行了 这个问题也挺多的 好,直接更换 好,拆下来了 现在在这旧的线路板上面拆一个下来 再把这个装上去 焊接一下 现在我们直接把它装好试一下 盖子盖子盖好 插电 筷子 现在我们再摸一下 热了 热了啊 现在就烫熟了 说明 加热正常 可以了 说明这个电药帽就是这个极电器损坏了 下回 如果我们碰到电药帽不加热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指示之灯 有没有跳 如果看上去都是正常的 我们就听一下在里面有没有声音 一般的极电器工作了 有啪的一声 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就这两个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电脑板有问题 如果灯伞跳过当代码 有可能是温控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啊 好了,这个电药帽就搞定了 好